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 万能侠系列MB04 来自王者荣耀的鲁班7号 万能侠系列的包装 看来都是这种透明开窗加人形展示的设计了 另外这个系列不管是哪个IP 都是有正版授权的 说明书方面依旧是变得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鲁班7号的说明书是一个长页设计 看来这个系列的说明规格还没有统一 鲁班7号的本体 经过再设计之后 方方正正的多了些机械感 而且还很萌 比起MB03莫子 鲁班7号的双臂平举倒是够了 双腿的侧批幅度依旧不够 而且头部的前后抬并没有 作为一个射手 招牌的动作当然就是射击了 配件方面 是右手招牌的龙头枪 还有一颗河豚手雷 龙头枪的龙嘴有一定幅度可以张开 河豚手雷则可以直接安插在手炮之中 手炮下方这里有一个波动开关 向后波动它 河豚手雷就可以弹射出去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手雷的头部是一个软胶材质 但也千万不要对着人或动物发射 鲁班7号变形开始 武器方面闭上龙嘴 将这个部件和这个部件向前翻到底 将握把向上翻折180度 变成这个形状 这两个部件向上翻到底放平 然后将这两个部件向下压到底 这两个部件向上竖直 然后捏住两侧将背包拉开 将两个盖板下压对成一个方形 将右臂竖直 这个凸起朝内 然后拳头的虎口朝前 将前面变好的武器插回手中 两腿的膝盖向后弯折90度 两个脚掌外翻90度 将脚根部的插栓插在一起 两个小臂内侧的凸起 分别固定在膝盖两侧的孔洞中 将头部下低到底 背包下压 插接在两个脚上的孔洞中 两侧的这个部件后翻做一个连接 将核存手雷对折 放到中间的空隙中 万能侠变形完成 核存手雷这么随意的收纳方式 大概是这款产品最大的败笔了